人魔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他的对手是凯文米歇尔 凯文米歇尔很聪明 我不跟你打战力 咱俩一交手 我不跟你打地面 因为他知道杨建平的这个战力的力量很大 我不跟你打战力 因为你毕竟练过拳击 你练过这种自由搏击 我就跟你打 MMA的这种技法 我通过我地面的锁力 我通过地面的防守 我来划除你的敬钟 现在杨建平也在想 我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战术能够锁住你呢 尽管现在杨建平采用的这个是 骑成的就是骑在对方的上面的身上 但是对方很聪明 利用双腿来夹着杨建平的这个躯干 采用一个地面防守技术 我不让你出拳 你记得出拳 我利用我的双手还是护住 让你打不住我 当然要比这个战力士 你更容易KO我那种 防守的难度要更大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凯湾尼西尔的这个 火子的眼部已经肿起了 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 因为杨建平他技术太全面了 他的全面性还展现在他的拳法和自由搏击的这个力量上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MIV的这种进攻的拳法呢 不是我们利用这个政权 而是把五指分开 用反 扫 这时候 这就我们看着反关节的技术 我们看到看到没有 对方 还在坚持还在坚持还在坚持吗 还能坚持住吗 我们看到杨建平 看看我们说一个木村 他抓住对方的晚关节 看见没有 向后 木村锁 向后锁对方 但是一看没有成功 又松手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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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杨建平 我估计他还要采用这种锁对方锁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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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膚对手吗 加油 加油 走 走 打他打他打他 打他打他 打他打他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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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到在外面有唐靖炮家说用安骨安骨 这是我们用就是三条手 手锁的技术 但是杨建平还是放弃 还要给对方再多玩一会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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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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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杨建平利用手机的技术 打他打他打他 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只能进行这种防守 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来进行进攻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杨建平的教练 把他打他打他 我现在看到这个杨建平 防止这个凯文米歇尔来锁对方 来锁住他 哇 漂亮的 为了过前摔 哇 这是我们看到古典教里面里头很漂亮的 跟现在这个杨建平 用剪刀腿 要从对方的背后一种骑程外进行进攻 难道要利用贯头锁吗 左右左右左右 左右快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凯文米歇尔把自己这个颈部 可以说紧紧的护住 他也怕这个杨建平利用我们说断动台那个锁他的头部 现在杨建平在找合适的体位和机会 想锁对方 因为现在凯文米歇尔 现在我们看到刚凯文米歇尔是利用一个三点支撑的位置 因为你不能用刺击打我的头部 他很聪明 今天美国的凯文米歇尔还用的是地面的防守技术 一个进攻 一个防守 在进阶段 你在当中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第二季比赛时间到 这是第三次和最终的回合 我们现在继续回报杨建平和凯文米歇尔 进行了一场MMA的比赛 这是一场男子67公斤的比赛 这是杨建平采用这种西法进攻 但是我们看到凯文米歇尔在今天比赛里面 他的防守确实非常的出色 尤其是地面的防守 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杨建平的地面戏的主动进攻 还要欣赏到凯文米歇尔的地面的防守技 反正本场比赛的是 斯蒂夫 实际上今天杨建平在第二局 想采用这个木村锁 包括这个钻头台 包括三条锁的技术 但是终于是展成功 你看 杨建平又采用地面防守 我不跟你打战力 因为我防守技术比较好 我就给你打地面的防守技 我又是用双腿锁住你的躯干 让你没有办法进进攻 这也是为了延缓杨建平的这种进攻力量 通过这场比赛 我们真的希望杨建平在今天比赛里面能够施展更多的巴西柔術 你说的那种 传统锁 是吧 你或者你用这个三角锁的技法来制服凯文米歇尔 让他拍地 认识 在这个MMA比赛里面有这么几种这个比赛证明 一个KO对手大家就知道了 那么TKO 包括进入获胜 还有一种就是对方主动的拍地板也好 拍你的监狱也好 我三下认输 还有一种就是由一部监督认为本场比赛 双方不能再进行比赛了 终止比赛 现在杨建平要给凯文米歇尔采用这种战力机 哇 我们踩到凯文米歇尔你看看 哦 现在 这个杨建平要知道 对 我就是 让对方倒地之后 我下一个轻松动作是什么 我采用一种什么一样的这种 暴缠的技术 我制服你 这是需要杨建平要提高的 因为你毕竟要参加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的比赛 那场比赛是 也是MMA的竞赛规则 今天 凯文米歇尔 是尝尝到了杨建平的进攻的地下 但是还没有尝到杨建平对你进行采用我们这种锁技的 这种技术和技法 今天杨建平的技术可以说是力量 包括你的拳法都发挥出来 需要你下面 要发挥 我们看到场上裁判这个Diff说你不要用头来创对手 我们看到场上裁判这个Diff说 我们进行一种移动 这是我见到杨建平 这是第一次打要打满三局 因为我看他们这一场比赛都是在前两次 基本上到 漂亮 又是一个夹劲摔啊 因为毕竟这是杨建平 他不仅练过拳击 练过这种三打 所以他的技术非常前面 我们现在知道场面那个队友在给杨建平说还剩最后一分钟 要抓紧时间结束比赛 因为这种比赛已经没有太大前面 只要杨建平这种技术发不下去的话 我赢了这场比赛都重要 但是我们希望杨建平采用的是一种地面的进攻技术能够获胜 我们如果是三角锁也好 三角锁也好 我们把我们的终于利用一种地面的柔术的技术 来让对方认输 让他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好看 我们看到杨建平高高乐 站在台上 高在铃场上 这是他每次胜利的欢呼 我们看到他的教练江华把杨建平扛在肩上 太兴奋了 三角锁也认为杨建平一变数 战胜了凯文明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